我一直以為 H.O.U.S.E.是買的 他就都是家 期末考考完了 你們家小朋友英文考幾分 我們今天收集到了一張考卷 他只考了10分 我的老天啊 這個是7年級 必須要很殘忍的公布一下 他的家長就是阿楓 他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不喜歡讀書啊 幾乎全錯 好 那你說你的英文很好 還是兒子的英文很好 當然是我 他有一次喔 跟我說 爸爸叫做father 那些爺爺奶奶怎麼唸 我覺得說 不是基本常識嗎 grandfather 然後他跟我說 爺爺他不是比爸爸還要老 所以他不是應該要唸 唸成old father嗎 你可不可以 看一些英文怎麼唸 不要直接去翻好不好 果然是爸爸英文比二次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挑戰一下 兒子其實也是有答對一題 那我們來看兒子會的爸爸會不會 請作答 我觀光看他的時候其實我都不知道 我怎麼可能答得出來啊 應該是說如果自己爸媽的英文不夠好的話 想要教孩子其實就是真的 有心無力 我一直以為 H-O-U-S-E是馬 他就是家了 其實這個出現了出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你在學英文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對於一個字概念很模糊 他拼法又很像 那在以前我們可能 沒有這麼快速翻譯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得過且過 你就一直誤會那個字 但是你有翻譯筆的話 你剛才是不是一刷嗎 就喔 HOSE 原來不是後字 是HOSE 我覺得翻譯筆它可以 取代老十一一個功能 這種譯衍阿 我記得 這樣看什麼 你的英文有沒有進步了 希望 看到沒有 98分跟100分 到底哪一個家長這麼厲害啊 小學六年級的英文簡單嗎 媽咪 我有不會的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欸 我真的不知道耶 後腳嗎 不是 欸 怎麼長那麼上啊 好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是燃燒嗎 這個燃燒我也會 然後這個呢 誕生字 對 但是這個就是不會 不會 就像是很多家長常常遇到就是 小孩子拿英文來考爸媽 可是就是有一些 對啊 不會對不對 怎麼每個都長那麼像啊 好 我想要刺你生物 來刷一下你不會的那個字 好 Bong 托福用字 古倉 這個是亞洲人應該都不會知道的單字 不過這個對考托福 或是更高階的學生的話 就一定要知道 所以你覺得這個翻譯 比對於親子一起學習有幫助嗎 有耶 因為我覺得好像就是 爸媽可以順便複習 少了這個單字 他會給你同義詞 然後甚至說他還有一個例句 所以這個學習就是 根本就是 雙倍三倍 欸 我以前功課很好耶 怎麼出生會都忘記了 接下來就是九年級 也就是古時候所稱的 國三的英語月考考卷96分 超強 這位家長是誰呢 登仁 南中哥 今天我們要拿小孩的考卷來考爸爸 考的題目不是單字 而是你知道年紀越高 什麼題目會越難你知道嗎 就是翻譯 翻譯喔 好 我們就直接考最後一題好 你需要深思熟慮 並且在做出選擇前 請聽你的心 爸爸這一題怎麼翻 哎呦 聽起來有點像喔 但是我跟你說 我覺得有錯 啊 是的 我們用翻譯筆來告訴你 他哪裡翻錯 錯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剛剛講 make a choice 因為呢 before後面要加的是 動名詞 對 真的被考到 厲不厲害 好厲害 真的有用 超厲害 對不對 可以糾正你的翻譯 有沒有正確喔 對 所以真的九年級英文 真的不是我們一般家長人駕馭 真的很容易出錯 所以你覺得這個有用 超棒 很棒 現在就搜尋486團購